农历的春节将至全台各地的年货大街涌现人潮 其中台南市有个眷村年货大街 专门是贩售大陆各地的传统食品 摊商们表示 今年有很多的民众专程来买湖南风味的腊肉腊肠和山东大饼等食品 另外台湾当地的万轮猪脚也是很多民众必买的年菜 台南市一年一度的眷村年货大街开张 立刻涌进人潮 很多人都是冲着南京板鸭 金华火腿 广州白云猪手 湖南的腊肉腊肠等各省传统美食专门而来 山东的大饼和窝窝头的面食 也是来逛年货大街的民众必买之物 他们今天来他们有自己带自己准备的钱 可以买东西买年货回去跟家里面的人分享 如果想吃云南四川一带的特色食品 那就要到台湾北部桃园的中正市场年货大街 台湾当地的传统年菜 屏东万篮猪脚也很有迷气 自用送礼两相仪 今年的商家们终于迎来疫情后真正的买气 在台湾北部基隆有年货大街干脆从14号开始到除夕前 每天都是24小时营业 既方便民众随时采购年货 也让自己裁员滚滚过个好年 凤凰卫视 皇家腾科志常台报道